健康連線 大家好歡迎收看健康連線 我們常聽到代謝好有助身體健康 但這背後的關鍵到底是什麼呢 今天我們就邀請到陳俊光醫師來替我們解答 陳醫師好 你好 那首先想請問陳醫師 什麼是代謝呢 他對身體的功能又有什麼呢 平常講到代謝 我們每天吃了許多的食物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來 於是呢我們的身體就需要將 這一些的食物 以及它所含的各種營養素 在我們的身體經過一個加工的過程 來滿足我們身體各種不同功能的需求 基本上我們就把這個叫做代謝 那當然我們吃進去的不僅是營養 有時候我們也會吃進許多的毒素 所以我們要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將這些毒素經過加工處理 然後進一步的排除 了解 那常常聽到有人會說 精神代謝 也有人會說基礎代謝 表示代謝可能有分好幾種 那想請問陳醫師 代謝有分哪基種種類呢 我們如果說講到基礎代謝 基礎代謝通常是講說 當我們一個人這個 處在休息的狀態 譬如說我們一天當中 我們假如我們都不動 我們就躺在那邊的休息 那這個時候我們所需要的一定這個熱量 我們就叫做基礎代謝率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呢我們就 其實我們不一定是躺在那邊 有時候我們需要走來走去 我們需要做各種的活動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的代謝率又會提升 我們需要更多的熱量 來滿足這些活動的需求 那新陳代謝 端成兩個部分來說 第一個部分就是所謂的分解 分解的目的是為了產生熱量 譬如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我們吃進了許多的這個食物 我們吃進這些食物主要的目的 其實就是產生熱量 我們有熱量我們才能夠走路 我們才能夠運動 我們才能夠做許多的事情 所以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合成 所謂的合成就是把我們吃進去的 某一些的東西呢 製造成我們身體的一些重要的結構 譬如說我們可能去健身房 鍛鍊我們的身體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的肌肉 就會運用一些氨基酸蛋白質 然後加強肌肉的結構 這就是一個合成的過程 所以我們的代謝主要分成分解 以及合成這兩個部分 而這兩個部分總是息息相關的 了解喔 那我們常常知道就是身體 有些有毒的物質 需要透過代謝排出去 但是人體的有毒物質 現在有很多啊 比方說環境毒素這一些的 我們的身體有辦法 完全代謝這些物質嗎 那真的就像您提到的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因為我們不僅每天吃進了這麼多的營養 事實上我們還吃進了相當多的環境毒素 那我們的人體要完全的排除這些毒素 是需要消耗相當大的能量去完成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主要是在我們的肝臟裡面來完成的 我舉例來說好了 譬如說我們在製造這個塑膠產品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添加一種所謂的叫做塑化劑 塑化劑的目的就是讓塑膠 原本非常堅硬的塑膠變得比較柔軟 但是像這樣的塑化劑進到我們的身體裡面來呢 它就會對我們的身體各樣的器官產生危害 第一個步驟就是它當我們吃進去的時候 譬如說我們用保鮮膜覆蓋在一些油脂比較高的食物上面 那這樣的塑化劑其實它本身是油溶性的、脂溶性的 那就會被我們吃進去了 那在經過腸道分解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就會產生一些有毒的物質 那我們的肝臟就必須後續的來加工處理這些有毒物質 我們需要消耗相當大量的營養素 譬如說我們會用B群 我們會用一些氨基酸來排除這些有毒物質 特別是現在我們的飲食經常是屬於外食 吃的不均衡我們就沒有足夠的營養素來排除這些有毒物質 一旦無法排除這些有毒物質 這些毒素就會在我們的身體裡面累積 所以對我們的身體的危害真的是相當很大 了解喔 那想再請問一下陳醫師 就是那我要如何知道我自己的代謝好不好呢 排毒的能力是能夠藉由一些實驗室的檢測檢查出來的 所以譬如我剛剛有舉一個例子 就是講到這個塑化劑 吃下去之後呢它需要經過消化 然後再經過肝臟兩個階段 將這些毒素變成水溶性的 它能夠經過尿液經過糞便能夠排出去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檢測尿液當中這些殘存的毒素的濃度 就能夠知道我們身體代謝的狀況好不好 那剛剛陳醫師有提到就是身體其實要代謝這些環境毒素 其實是蠻困難的需要耗費很多的能量 那想請問說我們日常生活中如何避開這些環境毒素呢 我們這個環境的毒素其實是非常多重的 吃下去是這些環境毒素進到人體裡面最主要的途徑 就是跟著食物一起進來 那其他包括我們可能會使用一些外用的產品 譬如說我們使用清潔劑 我們每天可能都會使用沐浴乳、肥皂或者是洗髮精這些東西 那這些產品在製造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會某種程度的加入我們剛才所提到的那些物質 譬如說它需要加一些香料 那它有一定的保存期限 因此它需要添加一些的防空劑 所以這樣的一個外用的東西 使用在我們的皮膚的表面 其實這些化學毒素也會經過皮膚被吸收到人體裡面來 那對於女生來說呢 可能比較常接觸的就是一些保養品 甚至是化妝品 這些東西在製造的過程 也可能都會使用到塑化劑或者是防腐劑這一類的化學材料 但是進到人體自然就會成為毒素 所以我們要排除它需要消耗相當多的營養 所以我們要預防我們要如何減少這些化學毒素進到人體裡面來呢 其實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減少接觸這一些東西 一方面我們要加強自己均衡的飲食和運動的習慣 多喝水自然我們就能夠將這些化學毒素 減少吸收一方面加強排除 保持身體裡面的清潔與乾淨 我們剛剛有提到塑化劑 所以我們需要來認識一下塑膠產品的這種成分 大家可以仔細的看一看 在這個塑膠的容器上面有一個三角形的符號 裡面有1到7號的編碼 比如說5號 台灣目前大部分都是使用5號的編號 5號是不太需要用到塑化劑的 如果這個杯蓋不是5號 那就要特別的小心 因為非5號的這些塑膠產品 都有可能會隨著這個比較熱的飲料 融化進到身體裡面來 塑膠水瓶上面 也有各式各樣的編號 主要也是1到7號 那大家比較常用的主要是7號瓶 這個時候就要特別的注意 因為7號瓶裡面 也可能含有雙分A這種的環境毒素 因此我們可以選擇另外兩種比較有效的 比較好的替代產品 第一個就是玻璃材質的容器 第二個就是不鏽鋼的這個容器 所以無論是我們的水瓶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餐具 至於我們的這個筷子 其實我們都可以選擇玻璃或者是不鏽鋼的材質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大幅度減少 將這些環境的化學毒素 吃到身體裡面來的機會 那相信今天大家聽到 聽過陳醫師的講解之後呢 就可以對於身體的代謝的 我們的機制的運轉更多的了解 我們今天謝謝陳俊光 陳醫師 醫師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 如果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喔 還要記得去按鈴鐺才會接收到我們的通知喔